央行本年度最后一次 里坚士会议会后记者会 外汇市场成为瞩目焦点 因为机管会数据 今年1至11月 外资净汇入台湾120.5亿美元 换算新台币高达3675亿元 也让新台币上演30元 关卡供放战 就是说12月中旬以来 外资很集中的 这个是无庸置疑 我想我们中央云南 一定会介入的 我们一定会进入市场来调解的 这个是无庸置疑 因为如果说是这样的话 恐怕它会panic 失序 会失序 如果说失序的话 那这个还得了 央行放话出重手 19号召盘新台币盘中 升至30.153对1美元 为盘上演极拉 收在30.208 进一季来看 亚洲货币中心台币汇率最猛 升值2.55% 比韩元新币港币明显强势 那意思说 你盘是最适当的 那也不一定 偶尔是这样子 偶尔 对 偶尔是这样子 如果说是在盘中的时候 那也可以啊 你一定是在 在某个适当的时间 你还要进入市场 也许会是办公 是办公 对于我们金融稳定 我们最后的目标就是金融稳定 还有币值的稳定 邀行也表示 针对可能被列入汇率观察名单 会持续和美方沟通 会引主管估计 新台币汇率短期内 在区间震荡 落在30.1到30.25元之间 新唐人眼的电视 欢浪简视 微同台湾台北播导